東灣 Kaiser醫院發生持槍搶劫殺警案 一名裝甲車警衛 在Kaiser醫院的搶劫裡被槍殺 東灣 San-Liangelo警方星期四證實 發生在星期三早上11時45分左右 位於Mercy街2500號的Kaiser醫療機構 一名Guider Work的保安人員被槍傷 後來因為傷勢過重 於星期四下午2時15分不自身亡 警方指槍擊警衛的嫌疑人 是一名在該公司工作了40年的60歲男性 他拿走了一袋裝有警衛 在醫院帶出來裡面裝著錢的袋 乘坐一部等候的車輛逃離現場 當局現在正以凶殺案調查拿起事件 San-Liangelo警方和市政府工作人員 向家人表示哀悼 在警方收集證據時 醫院的某些部分區域被封鎖以防萬一 確保沒有其他威脅才解封 Matthew Barrias 中衛說 根據他們目前所瞭解的情況 這次是Kaiser醫療機構裡 一次明目張膽的白天槍擊事件 言語無法表達那又多麼悲慘 警方呼籲任何早上相關槍擊事件的民眾 致電510、277、2740 聯繫San-Liangelo警察局 天下惠時記者編輯報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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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下惠時記者編輯報導